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北地检署表示必要时不排除派出检察官前往美国 透过台美司法互助协定来搜集经济9的证词 为了厘清八纽案的复杂案情 台北地检署现在寄望仍在美国的重要关键人经济9 能够出面说明 同时不排除派检察官赴美追查 因为经济9透过委任律师 隔海要求检方保证不收押 以及人身安全 面对这两项反台条件 检方表示无法妥协 司法是不能交换条件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检察官的部分是不答应 因为台美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 要把经济9弃捕道案的可能性相当低 不过经济9委任律师预告将在一周内举行记者会 检方可以以司法互助协定取得相关内容作为证词 只要对这个案件的事实真相有帮助 那检察官会透过双方的刑事实法互助的协定 来对这个案件来加以请求对方加以协助来加以调查 只要依照双方的刑事实法互助协定所取得的证据 那这个部分是有证据能力 因为吴思才翻供 检方8号漏夜传唤遭吴思才解除委任的律师徐景欣 还有外交部参事张强生三人当面对职 还在9号提训吴思才 结果发现吴思才对汇款流向和所谓的差额分配表 公诉前后不一 严重影响办案进度 才会希望经济9返台到案说明 厘清资金流向 记者蒋介绍中志诚台北报道 民进党八纽案六人营营小组今天下午第一次开会 并且邀请邱毅仁出席报告 小组成员民进党令院党团总召柯介明在会后表示 邱毅仁的说法和目前外界所知道的是差不多的 因此他们将整起事件定调为有计划的外交骗局 没有官员涉及贪污 不过他们也为八纽案向社会道歉 深深一鞠躬民进党八纽案六人营营小组为八纽案所带来的风风雨雨向社会道歉 9号下午营营小组第一次开会并邀请邱毅仁出席报告 不过会后邱毅仁匆匆离去没有发表任何谈话 小组成员达成共识 将八纽案定调为一场有计划的诈骗案 没有官员贪污的问题 强调相信邱毅仁的清白并且为他背书 因小组表示邱毅仁的报告和目前外界所知道的内容 差不多 至于是否将约谈陈总统 因小组表示没有谈到这个部分 会议中也决定将要成立律师团处理外界对民进党的不实指控 至于何时要约谈黄志帆和柯承亨 蔡同仁则表示还要再讨论 记者破坏马台信林之间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